三藩市 市立大學華埠校區重開 保護粵語紀錄片手法 市立大學華埠校區在星期一 放映了慶祝粵語課程重開的紀錄片 同時也標誌著這個校區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 重新向社區全面開放 組織了今次紀錄片放映活動的校董 Alan Wong表示 今年1月市立大學董事會 一致通過了他提出的 挽救粵語課程的決議 正在創建一個9個學分的粵語證書課程 以表彰完成一系列粵語課程的學生 但目前正在市立大學得到認可 最終的目標是開發一個16個學分的粵語證書課程 學分可以計入轉去加州大學 生活詞典粵語是一部受市立大學 拯救粵語運動啟發的短紀錄片 由加州大學巴克萊芬校 新聞系研究生Luna Gaber 和黃宇軒許拍攝的紀錄片 探討了粵語在美國的起源 和亞裔仇恨犯罪作鬥爭的努力 以及拯救市立大學粵語課程的一系列運動 記錄片以別開新穎的方式 將粵語無可替代的地位表現得臨離盡致 其中提及亞裔仇恨犯罪的一段更加是搶鏡 有很多罪犯罪對亞裔仇恨犯罪 他們想要做些事情 然後我問我 你怎麼會把訊息發出 然後這些中國語言就來了 You know, beware of my chicken feather duster It's a very Cantonese expression 市立大學華鳳校區位於區尼街808號 歷史上一直為附近的社區提供免費課程 以提高他們的英文水平 學習烹飪等職業技能 並獲得轉入四年制大學的學分